铺装平整的大道 是大家都想走的 都正在走的路 在那样的大路上 跟着别人一步一驱 没有趣味 若只织布别人的后尘 则绝不能开拓新的事业 即使一天的进步 微不足道 但若经过十年的积累 就一定可以孕育出巨大的变化 道省和夫 创造性劳动 是一切价值的源泉 道省和夫的精英十二条的 第十条是 经常去做创造性的工作 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 创造性的工作就是创新 创新的概念 最早是经济学家 约瑟夫·熊彼得提出的 1912年 他在博士论文 《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 从经济学角度看 创新有五种类型 第一 引入一种新产品 或者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 二 采用一种新的生产工艺 或生产方式 三 开辟一个新的市场 四 获得一种新原材料 或半成品的供给来源 五 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 生产组织方式 或管理方式 关于创新的概念 有很多种 但大多数都是沿用熊彼得的观点 或在其基础上加以发展 比如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 曾经总结说 创新总的来说包括三个方面 观念的创新 组织结构的创新 和市场的创新 其中 观念的创新是先导和源泉 组织结构的创新 是创新观念的保障 而市场的创新 则是最终的目的和结果 道圣和夫在创业的过程中 非常重视创新 他认为发展企业 必须创造新的需要 新的市场 新的技术 和新的产品 他曾经说 新兴产业的出现和发展 对整个国家的运作 社会经济的进步 是非常重要的 说新兴产业的发展 决定国家的命运 左右经济的发展 这并不为过 道圣和夫把创新 看成一个企业领导者的 必备素质 他说 企业的领导者 必须保持创造性的心态 还要经常引导部下 寻找新的东西 培养他们的创造性 因为不经常 引入创造性的思维方式 这个集团 就不可能有持续的进步和发展 如果领导者 对目前的状况表示满足 整个集团就会不思进取 甚至退步 在担任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总裁之前 约翰·沃尔特 曾经当过美国邮政管理局的邮递员 当已经50岁的沃尔特 成为了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最高管理者之后 才发现自己是在一个巨大的 以上百年历史的通信王国中工作 这个王国在长期的垄断统治期间 形成了一套同样死板的规定 沃尔特面前的难题是 设法推动这个年迈而迟缓的老人再一次焕发活力 以更快速度的发展来避免日落西山 沃尔特的第一项战略性变革 是通过改组高级管理部门和重新调整公司结构 来采取行动 消除组织上的隐形警察 公司原有的六层官僚机构缓慢的动作 不仅削弱了公司制定战略的能力 而且无形中增强了竞争对手的实力 他不仅已经简化了这个程序 而且还建立了一个新的员工补给制度 另一项重要的变革是 沃尔特制定了一项新的销售战略 这项销售战略把重点放在同客户建立持久的关系上 而不只是销售产品 他说从以产品为中心 走向把重点放在客户上是一个惊人的变化 而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变化 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每一个方面都是关于客户的 这是我们的传统做法和我们的战略意图上的一个彻底的改变 为此沃尔特还采取了两项当时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变革措施 一是把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改组成为两个主要部门 把重点放在他的1000万商业客户上的216亿美元的部门 和为他8000万消费者客户服务的247亿美元的部门 沃尔特说这个新的组合将帮助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使产品更快的到达市场 像英特网接通服务这样的独立部门已经被并入这两个部门 39亿美元的无线通信部门仍然保持着相对自制 但是正在更加密切的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其余部门合作 例如他的零售商店将开展长途电话这样的销售服务 第二是削减用来聘请外面的顾问的预算 从外面聘请顾问1996年花去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10亿美元 削减这笔预算将节省非常急需的现金 并从公司决策工作中又取消了一个耗费时间的层次 沃尔特看起来毫不畏惧 在他到达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三周之后 该公司开始有了新的升级 新市场以每年30%到40%的速度增长 其中美国最大的无线电公司沃尔特公司下属的无线电服务公司 2002年的收入就增长了18% 沃尔特总结说 这里最主要的战略问题是灵活性和革新精神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总裁沃尔特 努力打破公司长期形成的死板规定 使公司设法以超过整个电信业的飞快变革速度向前发展 通过该组高级管理部门重新调整公司结构和简化决策程序 来消除制约公司快速发展的内部障碍 建立新的雇员入股制度 让雇员拥有购股的选择权 将销售战略重点由以往的销售产品 转向同客户建立持久的关系 提供面向不同种类客户的综合服务 不以降价来讨好客户 而注意建立消费者对公司品牌的信任 这一切变革策略的实施 不仅是企业受益 更是沃尔特本人赢得了杰出管理大师的美誉 在经济和科技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 企业的外部环境是千变万化的 企业面对的不确定因素越多 就越需要创新 美国管理学之父彼得·杜拉克就曾经指出 一个不能创新的公司是注定要衰落和灭亡的 在这样一个时代中 一个不知道如何对创新进行管理的管理当局是无能的 不能胜任其工作 对创新进行管理将日益成为企业管理当局 特别是高层管理当局的一种挑战 并且成为它能力的一种试金石 工作中要不断开拓 人类从远古时代进化到科技发展的今天 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 创新就是不与别人往同一条路上挤 而是另谋逆路而行之 也许会达到熟途同归的目的 这样做事自己觉得轻松 别人看了也精彩 道圣和夫将精词从资金微薄的小公司 经营成今天世界500强的企业 创新就是他用以开拓前进道路的斧子 所以他认为企业要向前发展 绝不能待遇创新 道圣和夫一直坚持创新 公司创办初期 为使公司能够生存下去 需要创新 如今企业已成为世界500强 仍需要创新 就是这种不断创新 不断开拓的精神 才使得精词和第二电电公司 不断的发展壮大 不是哪个人天生就是成功者 只有在工作中认真琢磨 精益求精才能不断进步 不断创新 1997年 谭鱼头火锅店成立 他的第一家火锅店开业后 因为做工精细 味道鲜美 所以餐厅门庭弱势 天天爆满 门口经常有几十个人排队等位置 就在此时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引起了管理者谭长安的主意 由于每天用餐的人太多 客人经常要等很长时间 一天有个客人等了两个小时 还没有排到 他很生气 当时就叫来了谭鱼头的管理者谭长安 不管谭长安怎么解释 怎么表示抱歉 那个客人还是怒火中烧 企迹之下 抬手就给谭长安一拳头 然而那一拳头 不但没有让谭长安恼羞成怒 反而让他开始了深刻的反省 他想 为什么那个客人会那么的愤怒呢 是因为等了太长的时间 而导致客人等待时间长的主要原因 就是上菜速度慢 餐厅都是用手工写菜单传菜 效率很低 想到这儿 谭长安萌生了求变的念头 常言道变则通 通则久 要提高效率 由餐饮业的小龙虾转变为鲸鱼 首先必须 提高效率 经过一番研究 谭长安在自己的各个连锁店 开始建设IT系统 IT系统的操作流程是 餐厅使用POSE机点菜 后台厨房的打印机 同步提交顾客的点菜信息 库存管理员根据点菜系统中的 物料消耗随时补货 财务系统根据点菜系统 和结账系统的数据 对每天的销售状况 进行精确的统计 这样 从前台点菜到厨房准备 再到给顾客上菜的时间 都可以用系统记录下来 哪些菜必须几分钟内提交给顾客 谭长安根据难易程度 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如果执行不到位 服务员 电经理就要受到惩罚 谭鱼头第一次改变了 中国式餐饮的粗放式管理 实现了精细化 谭长安说 从传统管理到数码管理的转变 是因为企业需要 企业长大了 管理也需随之变化 不是我们想要这么做 是市场要求我们这么做 谭长安正是直面现实后 谋求变革并获得了成功 近年来 谭鱼头餐饮管理公司快速发展 谭长安决定代表中国餐饮 走向国际市场 而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 实现数码火锅的企业目标 谭鱼头选择了IBM 作为自己的主要合作伙伴 充分吸收IBM 在国际餐饮领域的系统建设经验 希望在IBM的协助下 实现数码火锅的梦想 在IT应用非常落后的传统餐饮行业里 谭鱼头不仅读书一致的 最先开始IT建设 而且选择了与IBM携手 通过与国际最知名的IT公司紧密结合 谭鱼头迅速成长为行业的管理者 客观事物是在不断变化的 无论是对个人还是企业 因此观念也要随之改变 唯有变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 观念决定了行为方式 如果我们把行为方式便没守成规为解放思想 这样一替代就会发现很多创新的机会 而想要不断的创新 就需要管理者实时发动观念的革命 消除过时的思维 吸收新颖的想法 以观念的变革来带动企业的变革 感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道圣和夫说过 铺装平整的大道是大家都想走的 都正在走的路 在那样的大路上跟着别人一步一驱 没有趣味 若只支布别人的后尘 则绝不能开拓新的事业 他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 在他走过的几十年路程来看 凡是人们熟悉的走得惯的路 他从未设计过 事实上就是这样 创新就在身边 成功竟离我们一步之遥 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留心观察 留心发现 并能用我们的信心 勇气和恒心 及时迅速地复制与行动 我们要先有超人之想 后有惊人之举 能做到不落俗套 敢于走他人没有走过的路 就可不同凡向 在泰国有个养恶大王 叫杨海泉 他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华侨家庭 父亲杨水清早年前往泰国谋生 为人做佣工 母亲做挑担小贩 与九子三女 杨海泉排行第四 由于家境困难 只断断续续地上过一年小学 从十岁起就开始做同工 先后做过照相馆的佣工 客栈的店小二 金铺的伙计 还做过小生意 15岁那年 杨海泉在别人的帮助下 开了一家小小的杂货店 主要收购当地的土特产 转卖给商人 但是没有多久 杂货店就关门了 这是他生意场上的第一次施力 他总结出一条经营之道 即在激烈的竞争中 必须独辟西境 大胆开创冷门的生意 这样才能独占凹头 立于不败之地 可是冷门在哪里呢 一天 杨海泉遇到一个 以猎杀鳄鱼为生的旧相时 两人在一起谈起鳄鱼 谈出了兴趣 那人介绍到鳄鱼全身都是宝 捕杀鳄鱼的人发了大财 现在的鳄鱼是越来越难捕捉了 就连小鳄鱼也在捕杀直列 杨海泉灵机一动 立即想到 如果这样烂裂烂捕 即使是一座金山 也会被挖空的 何况是动物呢 如果把鳄鱼的幼崽 饲养起来 就像养羊 养猪那样 长大了再杀 不就可以无穷无尽了吗 然而 续养鳄鱼自古未闻 家人和亲友 对此都不屑一顾 对他冷嘲热讽 可是杨海泉毫不动摇 说干就干 他一面扮作猎鳄者 到鳄鱼产区去 廉价收购鳄鱼幼崽 一面很快就在自家的地里 修筑起了一个养鳄鱼的池子 小鳄鱼并不值什么钱 杨海泉是一个十分勤劳的人 得到了那些猎鳄人的好感 很多人就白白的 把小鳄鱼送给了他 小鳄鱼不断多了起来 但是杨海泉很穷 连很少的鳄鱼饲养费 都拿不出来 亲朋好友看见杨海泉 这种反常的举动 都纷纷前来劝阻 他的母亲更是反对 以养虎伤人养恶饥饿 责怪他 说他是一想天开 想钱想疯了 这也不足为奇 古中今外 哪个听说过养鳄鱼的事情 但是杨海泉就是有一股 九头牛都拉不回的倔劲 一点也没有动摇 他认为 别人嫌弃的 不愿意干的 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走起来 才会更加的宽广 人工饲养鳄鱼 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事 没有规律可循 没有老师可拜 事实证明 敢为人先的人 就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和胆量 接受各种的磨炼 喂养鳄鱼 是比喂养一个出生婴儿还要困难的事情 刚刚开始的时候 由于缺乏饲养经验 有些小鳄鱼因此丧命 陈年鳄鱼给人的感觉是十分凶悍的 但是小鳄鱼的生命却非常脆弱 对气候反应非常敏感 对小小的惊恐也会发生惊蛮而生病 严重还会治残或者丧命 可是这一切并没有吓住杨海拳 他经过日夜认真的观察 这个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成功地闯过了第一关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更大的问题在等待着杨海拳 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小鳄鱼喜欢吃鱼类或水中的小动物 有时还要吃肉 杨海拳很难拿出这么多钱去购买饲料 第二 随着鳄鱼的不断长大 原来的鳄鱼池已经不能容纳了 杨海拳缺乏必要的资金扩建 沉重的经济负担 使杨海拳喘不过气来 眼看着就要坚持不下去了 杨海拳只好含泪操刀 宰杀了部分基本达到出售规格的鳄鱼 卖掉去换取资金 这样一面饲养 一面宰杀 经过了三年的时间 他基本解决了经济危机的问题 慢慢的经济有了一定盈余 为了提高鳄鱼的价值 杨海拳购买了自己的屠宰设备 钻研独有的宰杀技术 当时泰国的鳄鱼都是捕猎鳄鱼的人在捕捉时候宰杀的 设备很简单 加工也很粗糙 鱼皮的质量并不高 杨海拳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希望生产出世界一流的产品 杨海拳的这一举动属于十拿九稳的 所以很快他就生产出了高质量的鳄鱼皮产品 海拳鳄鱼皮很快就收到了消费者的青睐 售价比一般的鳄鱼皮产品要高出许多 凭借着海拳鳄鱼皮的名牌优势 杨海拳很快就占领了先机 他很快成立了一家友商贸易行 包揽了鳄鱼皮的生产出口业务 生意做到了国外 杨海拳善于经营 讲求信用 名声越来越大 越来越好 生意当然就更加的红火 实力也更加的雄厚了 在成功者的字典中 是找不到满足二字的 杨海拳也不例外 他认为养鳄鱼这件事是没有尽头的 他完全可以把这项事业继续下去 他想如果只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条件 这样已经完全足够了 但是如果真的只是这样 那就太可悲了 他下定了决心 不仅要用这种动物来赚钱 还要挽救这种野生动物 不要使之灭绝 考虑过去 思索将来 只有进行人工繁殖 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确定的方针是 采取留种保种的方法 进行人工繁殖 方针一经确定 杨海拳就马上付诸实施 对于这个决定 他是极为得意的 很多年之后 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说 那个决定 是我养鳄事业的真正开始 是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到现在 我还依旧感到兴奋 杨海拳在他的出生地 泰国曼谷南郊的渔港 北岚 开始了他新的创业 这个地方位于梅南河下游 近海处 海水和河水在这里交汇 环境美丽 气候一人 是饲养鳄鱼的最佳地点 他非常高兴地说 我出生在这里 创业在这里 真的是天时地利 人和都占权了 他先买下一块地皮 来修建养殖场 利用饲养鳄鱼 来进行资本的积累 经过十年的努力 他又购买了 多达百公顷的土地 开始了他更大的创业 此地有天然的水源 有天然的沼泽 所以这个地方 取了一个叫北揽鳄湖的名字 在很短的时间内 这个湖内就饲养了一千多条特选的优良种鳄鱼 同时收集了很多不是泰国出产的鳄鱼品种 多达十余类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 杨海泉的北揽鳄湖 已经是举世瞩目的最大规模的人工鳄湖了 率先进入了专业化养鳄的时代 1971年3月 在美国纽约召开了世界保护鳄鱼大会 有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参加会议 杨海泉作为泰国的唯一代表 出席了这次大会 他就像一个技术权威一样 在大会上慷慨称词 向世界顶尖级专家 讲授他的养鳄经验 还讲述了泰国近50年来的养鳄情况 引起了大家的浓厚兴趣 他很自豪地宣布 在我的养鳄池里 饲养着15000头大大小小的鳄鱼 在那个年代 世界各地有不少称得上猎恶专家的人 但是称得上养恶专家的人 除了杨海泉 恐怕没有第二个人了 他的成功经验 引起了世界各地的主意 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有很多人千里迢迢而来 高高兴兴而去 杨海泉从此名声大振 1973年 国际保护鳄鱼大会 在泰国曼谷举行 会场就是杨海泉的北懒恶户 这是对杨海泉事业的高度评价 是宣传杨海泉先进经验的绝好机会 就是他这样一个穷人的孩子 几乎没有上过什么正规的学堂 现在居然走进了世界最权威的 鳄鱼专家的行列 创造了一个神奇的鳄鱼王国 成为了泰国的巨富 泰国人对杨海泉的成就 大家赞颂 有一本杂志这样写道 杨海泉的事业成就 充分表现了泰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 杨海泉的可贵之处 就在于不会满足 他知道要保持世界唯一 最大的人工养恶狐的美誉 还必须做出更大的努力 还必须不断前进 不久杨海泉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北懒厄湖向游客开放 把养恶业与旅游观光结合起来 无疑是一个天才的创意 无疑是一部成功的好奇 这步棋下得神奇巧妙 北懒厄湖对外开放以后 参观者络绎不绝 很多国家的领导人也不断前来 印度总统激励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等 先后参观了北懒厄湖 成为了轰动一时的新闻 北懒厄湖已经成为泰国的一个旅游圣地 每年参观的人次高达百万以上 在这个鳄鱼王国里 除了鳄鱼 还有老虎 大象 除了动物园 还有游乐园等 在这里 最令人叹为观止的 是人与鳄鱼格斗 大象跳舞表演等等 大家都知道 泰国是一个旅游的国度 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人 前往参观游览 但凡到了曼谷的人 很少有不去北懒厄湖参观的 参观的人 给杨海泉送去了滚滚的裁员 再加上鳄鱼带给他的取之不尽的黄金白银 所以杨海泉 的确做到了名利双收的地步 现在我们来看看杨海泉的尾业 他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鳄鱼池 占地100公顷 饲养鳄鱼4万多条 在人们被称为一年活化时的鳄鱼 面临灭绝的时候 它拥有如此庞大的财富 足以让很多人羡慕不已 他在回顾半个世纪的艰苦创业过程时 感慨地说 野生鳄鱼正在面临灭种的危险 这是当今世界各个产鳄国家都普遍存在的现象 在泰国境内 原来有很多盛产鳄鱼的地区 现在那些地方鳄鱼已经大量减少 而且已经濒临灭绝 但是人工饲养的鳄鱼却在不断地发展 还在不断增加新的品种 这可以说是人类猎鳄生涯的延续 也是世界皮革工业的一个新兴项目 从杨海泉的话中 我们不难发现 他的成功秘诀就是 走冷门 烧冷灶 大胆创意 大胆实行 创新者生 没收者死 社会是发展变化的 只有变化才能生存 也只有跟得上时代的变化 才能求得发展 要想发展 就需要创新